弟兄姐妹们平安 祝福你有一个灵性充满亮光的一天 我是Pastor Eileen 非常感恩我们可以继续有机会一同灵修 这一次的新的灵修系列呢 我们将会来读哥林多前书 今天灵修的范围是在哥林多前书一章1到12节 我会为大家读出8到10节 经文是这样说的 他也必兼顾你们到底 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 神是信实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招 好与他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弟兄们 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 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保罗呢 他在这个哥林多教会处于分裂 许多人性的软弱的这样子一个环境当中呢 他教导了一件重要的事 就是主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主 在第二节我们看到 基督是他们的主 也是我们的主 既然我们在经文里面读到有他们我们 我们就知道他们是两个不同的团体 所以成为教会基督 成为教会 成为基督的肢体 不表示我们一定要在同一个地方聚会 他可以是在不同的地方聚会 只要我们敬拜的是同一个主 我们依然都是主耶稣基督的肢体 然而哥林多教会 他们所面临到的问题 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纷争 在这个纷争当中 难免都会让信徒的信心失落了 所以在第八节 他提到主耶稣是会兼顾我们到底 好让我们在与他面对面的时候 我们依然是可以与主耶稣同享荣耀 而这个神也是信实的 他既呼召我们相信了主 成了一个主耶稣的门徒 他也必定一路带领我们 牵引我们 无论我们的生命过去多么的糟糕 我们多么的软弱 我们离主多么的遥远 神就是有办法用他最好的管教 最好的机会来挽回我们 带领我们再一次回到他的身边 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美好的事工 然而我们在教会里面 要做这样一个福音的事工呢 是多多的挑战 因为不止我们外展的工作 要想尽各样的办法 在会典呢 我们有许多有创意的外展活动 但在这些外展活动当中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很乐意的接受福音 反而更多的人他们是拒绝福音的 但无论如何 这都阻挡不了我们要传福音的心智 这就是保罗所要提醒我们的 我们要讲一样的话 在我们中间不可分档 不要传不同的福音 我们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和 为了福音的缘故 其实我们在外展上 在教会未来的事工方向 在甚至很小的细节上 我们都可以合一 而我们合一的原因就是因着 我们传着同样的福音 因着我们信着同一位主 你觉得这容易吗 其实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现在教会就正在经历着一些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 我不想举例子 但是我相信你往四周左右看一看 人之间的分裂真的是非常正常的事 从家里就有 在学校也有 当然教会也有 但是我们在其他的地方如何寻求合一 那就看个人智慧 但在教会里面 若我们没有定睛仰望主耶稣的眼光 我们怎么能合一呢 盼望今天透过保罗的说话 神自己所启示的言语 能够让我们知道 神既是兼顾我们的神 又是信实的神 而我们要定睛的仰望耶稣 把我们的目标放在他的身上 我相信我们现在教会所遇到的难题 将会有答案 在这个答案 寻找过程答案当中 当然主耶稣已经有答案了 但是不一定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想要的答案 我也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已经有一些弟兄姐妹离开了我们 有一些想着 正在想着是不是要离开 有一些可能将来预备好 准备要离开了 当然也会有一些人要坚持的 到底他们绝对不离开 都有的 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有一个新的眼光来看 今天去或留不是一个大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跟随主耶稣 主耶稣是不是有给你呼召要留下来 或者是他给你呼召是要叫你去 十万名做我的门徒 去开一间新的教会 这都是神自己会向我们每一个个人启示的 而我也相信 神的心意在弟兄姐妹的身上 他有对不同的群体 对不同的人 他会有不同的呼召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 在寻求耶稣的过程当中 当我们听到不一样的想法 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带着一个理解的心 去聆听 去明白 然后去接受 最后去祝福 今天我想留给大家一个自我反省的问题 就是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 工作场合 教会生活当中 谁是我们的主 我们是聆听着谁的声音 在做我们每一日的决定 在往前行呢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谦卑我们自己 将主耶稣基督高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的工作当中 我们的教会当中 求主你联名我们 愿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指引 带领我们 愿圣灵的感动 常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 教导我们心思为人 心思意念 都能够竭力地追求在福音上 说一样的话 心意相同 彼此相合 让我们在各样的纷争当中 依然看见主耶稣 你是我们的主 让我们竭力追求 和解和好 好让我们的心中 有主你赐下的平安 愿我们今天所做 所行都荣耀你 听我们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 Amen